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元岛开动了整个李正成的所有的宣传 他们是一步一步的要搞我们的 比如说在2021年12月份就开始宣传 然后又有又开始有个什么提案说什么教授 好像是能对中国什么男性女性化这种问题又开始了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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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开始污蔑我们说不是 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开始取消我们各种的网路他们的 飞行的账号了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一整套的组合拳 那是一整套组合拳 从2021年的1月份开始 然后一直持续到7月 持续到8月一直持续到很 好像一直持续到今天 它是一套组合拳 那这套组合拳的目的是干什么 它还是要 就是它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细小数传统 它会打成外国势力 它打成外国势力 它打成外国势力 就是 要渗透他们 就像他老的正全一样 因为我们这样的群体 天生就有 天生就有一个同质性 我们就是有相同的特点 所以我们容易聚集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是想把我们这样的群体打掉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性少数群体 它的人数 如果集合到一起算的话 它应该是有一亿人 一亿人 也就是说 每14个中国人当中的 就有一个人是性少数群体 不管你是跨性别也好 你男同性恋也好 女同性恋也好 还是放性恋也好 还是各种的其他的类型 反正这样一个群体 它的一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共产党要把这个群体的一个发展 和一个要求扼下在萌芽里 那是因为这个群体 它的一个要求 它的一个诉求 它的本质呢 它就是符合西方的一个民主和自由的这样一个本质 它是我们对人的自由的追求 是对我们个人特制的一个要求 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彻底 对人性的这个 对人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天性的一个解放 就是人性的一个解放 对自由的一个要求 那这样的一个本质 当然是中国共产党 它不想看到的 任何要求自由 在中国就是没有任何的空间 中国呢 是一个独自拍的国家 当然这个国家呢 也是殖民者的国家 它是中国共产党 它是侵略我们中国 占领我们中国国土 占领我们中国国土